我今天是靠科技吃饭 可是我父亲 我记得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不会太乱七八糟了 可是我也不是一个好管的小孩 东想西想很多自己的主义 在早年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对很多东西 也许比较冲动 像我不管是在小学 或者是到台中一中 常常被老师拉去 做班长 服务股长 这些事情 我最常做的事情 在小学也是一样 在中学一样 帮忙吉任导师改周记 看周记 因此我已经 在小学我已经有经验了 我觉得我不能把我的字写上去 一刚开始在台中一中的时候 我就跟吉任导师在讲 你给我盖个图章 约这个图章 那我的确是很 我是觉得我也可以学到很多 我都看了周记 所以同学们的底细 我也清楚 那可是我碰到他有问题 或者是 就是一般的这种生活 那的确老师是太忙 那有特别的事情的话 我就会拿出来 那我连那个章也不盖 我就交给老师 老师去 他要去处理 这个同学们的这个 这个事情 那我记得我 因为那个小学的时候 老师从三年级 一直带到五年级 可是到六年级 他是从江苏省来的 他说他要 他把我们这一班 带完以后 他就要回老家了 他就说 他很负责任 对我们也很有感激 可是呢 当地的土豪略星呢 就找一个人 连国语都讲不清楚的 来当我们的导师 我就反对得很激烈 那你反对没用 我就不上学了 我就不去考初中 就给我考上了 所以我六年级的数学 什么我都没学过 那到初中的时候呢 我这个最糟糕的功课 就是数学 最好的功课呢 因为我记得 那个是讲乌鸦仿扑的一个故事 那么老师就说 你要把这个写给你的感想 我就写了 写完以后 老师说 我第二次 他发了这些 作文给大家的时候呢 他就把我的作文 拿到班上去念 而且打了好多圈圈 说我很好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 因为受这个鼓励呢 我就会去很 做文章就很有兴趣 所以说老师真的是 非常重要 而我爸爸看了 我就拿了给我爸爸看 我爸爸说是写得很好 可是太短了 从此 就是都对文科 还有呢 也会写一些骂人的文章 那越骂越会骂 那我的父母就觉得 这个不太对 我是制造一些乱子出来 也是当做那个原因 干脆这个环境 不要把小孩子这样搞 就要我那个舅舅把我带走 到福州去念书 因为后面学校都停课了 到福州 没想到到那边也停课 就到台中一中 到台中一中 被我舅舅丢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 今年这个学期想下个学 谁供我读书 谁给我学费 谁这个 我生活怎么办 那可是当中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数学那么烂了 我在大陆的时候呢 我爸爸就会鼓励我 你怎么数学那么糟糕 在中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这个 数理非我所长 你不要期望我 他叫我说 你要不要学医生 我也不要学 因为看到愁眉苦脸的人 也很难过 那我自觉的 我是个文科的 搞历史了 搞这些 跟到台湾来以后 我第一个最怕的呢 是数学不及格 数学不及格 谁还会 你连要求人家去供养 捐一点钱 跟你去上学 你的权利就没有了 因为你读书都都不好嘛 那我晓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数学 所以我就拼命在注意 我说你跑到台湾来这样的 那到时候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因此我就很怕很怕 因此我对数学特别用心 而且那个老师也非常好 由于你的用心了 我居然第一次小考考一百分 那么那个老师呢也是很好 汪老师他是个单身的 其实他好气场 他干结婚蜜月 不要为什么 他就跑到台湾来 然后他跟他的太太 从此就没有联络 那他对我很好 这个他看我一百分 他就来 哇 曾崇华是这个小孩 我是坐在 每次他都喜欢摸摸我的头 那假如我的分数考 低于八十分的话 他就轻轻地跟我讲 你怎么失常了 因此我是觉得 在他的这个水准上面 八十分才算几个 那我就特别用心 一方面我怕没输读 另外一方面 老师对你这么好 怕不要让他失望 可是因此我对数学 就很有兴趣 慢慢就培养出兴趣 所以说我就要告诉年轻人 不要随便下结论 不要随便讲 我今天讲说在大陆的话 绝对不会去搞科技 我告诉你 那可是到这边的话 是为了万不得已 怕没书念才去做的 然后结果我越来越有兴趣 我到成大了 又碰到赖在德 赖老师 一流的好老师 那我是很糟糕的人 我跟系主任吵过架 因为有一个题目呢 大家都是用被公私了什么 我就是用想 这个怎么会想呢 就是赖老师的这个逻辑 我就可以写出答案来 那我怕说我的老师 不知道我这个答案怎么来呢 我还简单的还描述一下 可是他说我是无比 是超人家的 我就狠气就跟他吵 就这样子 所以说我也许讲太多 长太多时间 我是觉得年轻人不要相信 所以我就在另外提议 进了大学一年级 这个科目里头一定要找 各方面都要好老师 还有我今天在 在这个科技上面 因为我的物理 数学都读得还不错 可是我缺了一项呢 就是biology 因为这个你的 假如对这方面没有缺的话 你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连起来的 这是我的一些小小感想 谢谢